第一瓶 波25 這個就是Scarland的一個島 它的酒會有一點點皮味和海水味 它做的方式是用一些皮去燙 它煮乾它的時候就會帶一些皮味 另外一種就是它燒筒的時候 再放酒進去讓它發酵 這個就是去年我有去它的Distillery 發酵酒的方式是用Saketone 那時候我們在TOKYO 坐火車再轉的士 你要寫信給它跟它說 它就是Approve了你才會讓你看 所以它每一年的量是很limited 在香港最近日本酒也是炒得很貴 這個是其中一瓶 它也是有市場 這瓶Yamazaki 1984 這瓶是25年的Whiskey 它是用Sherry Cas去做的 帶一點甜味 因為Sherry Cas全都是之前放過紅酒的紅酒 大家都覺得日本酒是可以儲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價錢太貴了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儲可以儲一些 那間廠不見了 就收拾了 但是它還有一些酒在外面 要去歐洲或者美國那些地方找 那些價錢會更好 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 Whiskey from Scotland 歷史上其實它做了最長時間的Whiskey 要去歐洲 比較喜歡Lavoie Balmore 有些少少Peedy 特別一點 日本Whiskey比較柔軟 飲食文化也是比較清淡 Scarland的酒 我個人覺得它比較Street forward 它的味道比較出一點 嘗到它有海水味 Peedy味 Smokey 花香 皮味 它們兩種之間是比較不同 Scarland的酒是會 你喝下去你會馬上知道 但是日本酒它就會Gentle 你真的需要用心去感覺